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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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压东西吹牛都会惹来无数的麻烦 但是18年来阿里巴巴对技术的投入 可能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停下来过 对技术的技术的投入和发展 王健博士还有我们公司很多人都认为 阿里巴巴的技术其实非常之强大 但是由于我们的商业做得太好了 所以别人认识了我们的商业 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没有阿里背后强大的技术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商业 当然没有商业的方向 我们的技术也不能持久 阿里巴巴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 双十一光棍节的技术根本是不可思议 没有强大的技术 是不可能在短短的15年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的交易额超过了沃尔玛50多年 没有这么强大的技术 我们不可能做到每秒钟12万笔交易去年这样的一种技术能力 所以我自己觉得 阿里巴巴我为阿里巴巴拥有两万五千名工程师和科学家 感到由衷的骄傲 没有他们在背后做强大的backbone 我们相信阿里巴巴不可能有今天 当然阿里的我也有一个在过去的十八年以内 特别是前十年 我是不允许公司内部任何人跟我谈 要成立研究院 特别叫研发 就研发部门 我说没有研发部门 我发现绝大部分的公司言而不发 这个不能给我成立研发院 也不能说哎呀我要有经常跟我讲 微软研究院多好 IBM研究多好 这个这个某某公司的研究院多好 我说是的 人家很好 你如果觉得好应该去那儿 我们今天做不到这个事 有一天我们要做 要做一个跟微软不一样 跟贝尔实验室不一样 跟英特尔研究院不一样 必须做一个最适合这个世纪的研究院 做阿里巴巴属于自己明白 想清楚未来发展的研究院 因为前十年对阿里巴巴来讲 实在太为艰难 我们每天考虑的是生存 我们必须活下来 没有资金 没有盈利 做这样的研究院 其实是很麻烦 我们那时候说 必须是要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我们有了盈利以后 我们才可以往前走 当然是个哲学问题 有很多人讲 没有技术你哪来的盈利 我们说对 说的都对 但我们必须先活下来 所以呢 在前面十年 阿里巴巴内部 不能提所谓的研究院在思考 但是阿里巴巴跨过十年以后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思考 经过了很多年的思考 我们决定成立了自己阿里巴巴的研究院 包括为什么取名达摩院 其实也就两个礼拜以前的事 两个礼拜以前 我在美国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同胞后给我打电话 马总 他说我们公司麻烦大了 我说怎么了 我们要想成为阿里巴巴研究院 原来这个名字已经有了 然后呢我们是叫研究院呢 还是叫社科院呢 各种院的院很多 我说干嘛一定要去做研究院 这样的说法 干嘛一定要做实验射 这样的说法 我们干嘛不能创造一个自己的名字 我觉得达摩院就很好 他说达摩怎么意思 英文怎么翻译 我就叫达摩 D-A-M-O 叫着叫着也会习惯的 Yahoo这个名字刚出来的时候很奇怪 叫着叫着也觉得Yahoo很好 Google这个名字一开始也听得很奇怪 叫着叫着也叫出来 英泰我到现在不明白英泰我什么意思 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 达摩这个名字我觉得就很好 叫着叫着 爱着爱着 养着养着 你就会有感情 你就会能够带点一样东西 所以这个达摩院的成立以后 我们的思考是什么 因为阿里巴巴今年18岁了 我们的盈利收入各方面影响力都已经到了 我们的资源可能拥有了当今世界 我们拥有了最宝贵的资源 最丰富的资源 我们拥有了大量的数据 我们拥有了两万五千名工程师 我们拥有了近五万六千名出色的年轻人 我们拥有了强大的这个影响力 我们以及18年来对互联网的认知 技术的积累 我们特别也拥有了全几亿 全球五亿多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更拥有了大量很好的商业盈利模式 今天的阿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 在公司内部 我花最多的时间跟大家探讨的是 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阿里拥有这么多的资源 是谁给我们 是社会给我们 是时代给我们 我们必须为社会和为时代 为世界去做一些事情 担当的责任 才对得起这些资源 如果阿里巴巴所有的资源 只是挖空心思想赚钱 只是希望自己赚更多的利润 阿里巴巴是一家没有出息的公司 阿里巴巴必须用自己的资源 技术 能力和人才 去为世界未来有担当 所以18年过去 我们现在决定成立这么一个研究院 很多人说 那你们这个研究院到底是什么是未来呢 你们是准备学未然的模式 是IBM的模式 还是背了实验室的模式 还是什么样的模式 其实这个问题探讨了也不少 我自己这么觉得 包括昨天下午那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 说以前美国的最早的研究院 有的人说是 Research for Fund 后来说Research for Profit 我认为这个两个都不靠谱 Research for Fund 是很难走长的 这个世界啊 你很放 没有钱 你怎么放得下去 你是放不长 时间不可能很长的 但是呢 Research for Profit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年以前 我去了一家 非常有创新的互联网公司 那个公司里面的工程师 给我做了个presentation 他讲这个技术的时候 他讲几乎95%的时间在讲 这个技术会给我们公司带来不好钱 我一下 这公司完了 我认为那个公司肯定要倒霉 果然这家公司现在已经在 没什么名气了 一个工程师如果告诉你 这东西多么挣钱 而不是告诉你 这个技术对人类会有多大的贡献 对客户对世界多大作用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走出了另外的弯路 所以我认为 我们阿里的达摩院 不应该Research for Fund 不应该Research for Profit 我们应该Research for Solving Problems With Profit and Fund 我们应该是解决问题 同时有利润 有利益 还有快乐 只有这样 一个研究院必须是解决社会问题 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组织 如果你创造的任何东西 不能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你是不可能做久 上一个世纪的企业 你抓住一次机会 或者两次机会 你会成为一家了不起的企业 但21世纪 你这个企业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企业 你必须解决了不起的问题 你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 你必须解决伟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的越大 你说周到的收益会越来越大 所以阿里巴巴希望走出自己的模式 我们会学习IBM 学习Microsoft 学习Bell实验室 这些伟大的实验室 在过去对人类的历史科技发展过程中 取得的巨大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我认为我们中国很多的思考 要填补什么世界这个这样的空白 学习美国以前有我们必须有一个 苏联有一个我们必须有一个 干嘛这样 我们必须说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走 自己走一套出来 今天中国的资源 中国所担当的东西 我们完全在科技领域 可以走出自己的资源 今天中国的人才 中国的技术 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担当 我们是可以打造世界一流 我们也必须思考 这个达摩院 一定也必须要超越英特 必须超越Microsoft 必须超过IBM这样的研究院 因为我们生于21世纪 后来先制 我们是有机会后发优势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 没有前面人的努力 哪有未来的这样的研究院 所以我跟达摩院就三个原则 我跟他们分享到目前为 第一 达摩院必须活得比阿里巴巴长 这个我其实想了很多 阿里巴巴这家公司要活102年 是非常之辛苦的 我们每天之艰难 每天度日如年 因为资认越来越大 我们有太多东西不了解 太多的东西我们不懂 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走102年非常之艰难 但是任何一家公司 都是生命期 都是有限的 什么样的东西是阿里巴巴没了以后 这些东西依然会存在 我认为第一 我们要给世界留下一个研究史 留下一个研究院 把我们的技术 对人类的 对技术的探讨留下来 第二 我们希望把阿里巴巴商业的智慧留下来 我们要建立湖畔大学 在湖畔大学培养企业家 培养企业家精神 分享我们对经济的 对这些的理解 第三我们也希望阿里巴巴对社会的担当 家伙情怀 留下一个 一些我们所谓的公益基金会 这三样东西必须活得比阿里巴巴还要差 所以今天阿里巴巴已经活了18年 我们还有84年要走 达摩院至少得活85年 这是我们的想法 第二个达摩院要服务全世界 至少20亿人口阿里巴巴今天认为阿里巴巴的达摩研究院 不是阿里巴巴的研究院 阿里巴巴还需要在2036年之前打造 参与打造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今天阿里巴巴的规模和影响力 就是指经济的规模和经济的影响力 已经是世界第21个经济体这么大 我们希望通过20年的努力打造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第五大经济体希望为全世界解决1亿的就业机会 为全世界创造服务20亿的消费者 为1000万家企业创造盈利的空间和机遇 基于这些我们希望这个达摩研究院 为全世界20亿的消费者解决1亿的就业机会 为创造1000万的盈利企业的空间发展 这个达摩研要解决世界经济未来的inclusive 就是普惠共享 sustainable可持续发展 以及happy and healthy 这是我们这个研究院希望的 另外一个这个研究院必须面向未来 必须解决未来的问题 解决人类未来的问题 这是我想我们对达摩研提出的三个的希望 至于资金我想了比较多 天下所有的研究院有个习惯想法 钱是哪里来 要么政府给 要么学校给 要么企业赞助 我们这个达摩研 必须自己能够具备盈利的能力 天下任何人都靠不住 只有靠自己才是靠得住的 所以研究院要学会自盈自利 但不给我们不给钱 我们未来从今年开始的五年 我们光给达摩研阿里巴巴集团 将投入一千亿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人才 投入技术开拓未来 但是未来得靠自己挣钱 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些承诺和思考 同时我们坚定的相信一点 阿里巴巴为什么投入技术 我们相信未来阿里巴巴的利润 是因为技术而产生的利润 利润不会因为规模而带来利润 而是我们的技术会带来我们的利润 我们未来的市场规模 不是靠市场预算 我们的市场规模的取得 是靠创新去取得 所以这是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那么最后阿里巴巴达摩院 不会是阿里巴巴体系内的达摩院 它是一个经济体的达摩院 它必须代表这个世界 必须代表这个时代 必须属于中国 属于世界和属于这个时代 这是我十年以前跟阿里巴巴员工讲 十年前我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大会上讲 中国电子商务做得好 跟阿里巴巴没有关系 但是中国电子商务做得不好 跟阿里巴巴有关系 因为十年以前 中国95%的电子商务的人才 在阿里巴巴公司内部 我们做得好与坏 我们的培养的能力大与小 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 当然我们做得好 其实中国电子商务做得好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而阿里巴巴集团在十年以前 我们告诉所有的同事 我们诞生于中国 但必须代表这个世界 更必须代表这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企业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 才有可能未来 另外 阿里巴巴在业内也有很多的争议 特别是我们似乎无处不在 很多人讲 哇你们好像什么都做 有什么东西在 你们是不做的 哇真想不出来 有什么东西我们不做的 因为这互联网是一场技术革命 互联网就像当年的电一样 你不能讲工业要用电 农业就不能用电 化工要用电 这个这个这个 其他行业就不能用电 因为互联网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技术 是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 必须行行业业 各行各业都必须要有钱 包括跨界 我们认为互联网不应该有钱 本来就这是一场革命 应该到任何领域都应该进行cover 所以跨界其实乐趣无穷 你们发现我又是演小品 又是画画 今天晚上还唱歌 对吧 对今天晚上唱歌 其实我很担心的 后来高小生跟我这么讲 他说马云你唱得很好 这个大家并不觉得很高兴 但你唱得很不好 大家非常高兴 给了我很多信息 跨界让我们感到 所有的创新的机会所在 其实阿里巴巴是一家 我自己觉得我们是跨界 做的还是很不错 而且我们对很多的问题 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吹点小牛 人家老是说阿里巴巴 你们是外资企业 其实应该客观地讲 阿里巴巴是一家 利用外资做的最好的企业 全世界很少有一家公司 几乎所有的钱都是外资的 但是服务于中国市场 听从于创业者 听从于中国的创业者 这是还有什么比 这个外资用得好 很多公司外资只占了一点点 结果都是被外资控制了 我们是绝大部分都是外资 但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我们绝大部分用了外资 用了日本的钱 美国的钱 全市的钱 服务于中国市场 但是我们今天也用这个钱 去服务于全世界 因为我们要懂得感恩 没有这些钱 不会发展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但中国电子发展以后 我们必须去思考一带一路 去思考非洲 思考全世界 所以我觉得一个公司 不带着感恩思想 是不可能走得很远 另外一个呢 我自己觉得阿里巴巴 另外一个跨界做得不错 我们可能是商业和科技 结合的最好的一家公司 我自己想一想 可能跟我还有点小功劳 我自己在大学里教了六年书 我也发现中国的大学研究 是有点问题 我在大学里面有个六年 接下来 我感觉我们的知识分子 很多的教授学者 看不起企业家 都说这帮商人 唯利是图 无商不见 商人几乎没好的 而商人呢 在中国也特别奇怪 最看不起的就是知识分子 就是这帮酸不拉几的教授 对吧 假话呢都不靠谱 站起来也不会振 对吧 讲了道理 90%的科研呢 都死在实验室里面 论文学习 就以为是世界可以改变了 我们之间 中国在学者和企业家之间的矛盾 以及互相看不起 是让人非常悲哀 但是在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 我发现美国绝大部分的学者 听起来都像个商人 美国的企业家 各个跟科技 结合得非常好 世界只有让企业家 和科学家结合得完美 这个世界才有未来 我们国家 在这方面 我认为要做得非 做得 其实什么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科学家 企业家的资源 其其次需少 企业家必须懂得科技 企业家必须懂得管理 企业家必须懂得人文科学 所以最近提出的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我仔细 看了 我非常的感慨 我觉得企业家和科学家 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第一 优秀的企业家和科学家 必须是乐观 对未来带着强大的乐观主义 你才能做一个出色的企业家 和出色的科学家 刚才讲了 这个袁明讲的 我把它纠正一下 不是看见而相信 真正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是相信而看见 我们相信他 我们才看见他 很绝大部分的人 是看见了才相信 所以这是优秀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和普通其他职业之间的差异 我们这些人 18年以前 别人相不相信我们不知道 反正我们是相信电子商务的 我们是相信互联网的 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那么 没有乐观主义 是不可能走到未来 第二点 科学家和企业家 都必须要有强大的担当 强大的家国情怀 强大的为别人去解决问题 只有这些 才能够 才能真正具备一个企业家 第三 企业家和科学家 都必须具备 创意 创新和创造 做任何事情 都要思考 不能觉得 别人这么干过 我也必须这么干 我们必须思考 我有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做的不一样 什么样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途径 不同的资源 我可以做出更好 所以 我想企业在中国 未来的十年 所有的企业家 如果你不能跟科学家 进行共识 你不能跟科学家 一起努力 去进行创造 创意和创新 我相信你的企业 是走不久的 没有技术做背景 做支撑的企业 是不可能有利润的 所以 另外一点的科学家 在中国 也必须跟企业家 和在一起 企业家 不是买卖的关系 企业家不是唯利是图 企业家 必须以天下为责任 所以 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 才能够对二十一世纪 对中国经济未来 对中国社会未来 找出一个良好的处境 另外 所以我想提出 我们所有的科学家 必须要有企业家 这样的意思 什么是企业家的意思 企业家必须结果导向 必须效率导向 必须公平导向 做企业 没有结果 你是活不过下个季度 做企业 没有效率 你是走不长的 因为你干这件事情五块钱 别人干这事情三块钱 你就死定了 所以我认为 一定要有效率意识 结果导向 更要有公平意识 做企业 你很难强迫别人干什么 政府是可以强迫别人干什么 企业是很难强迫别人干什么 而企业家 必须要科学家的 这样严谨的态度 没有科学的严谨态度 没有追求科学这种精神 企业家也走不久 所以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 在这儿分享的一个重要的 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因为去年我提出了五星之间的发展 今年我想号召我们所有的科技人员 去思考企业的思考 所有的企业家 必须有科学的意识 那么另外 我想再讲的是 互联网已经不再是 互联网公司的互联网 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参加 整个云西大会 我们在这儿来看什么呢 其实参观阿里巴巴 很多人 很多人啊 愿意参观阿里巴巴 其实参观阿里巴巴 我们真不知道大家能看什么 除了一些年轻人 每个人一张桌子上面的电脑 你说参观传统企业 还能看看机器啊 摸摸汽车板啊 翻过来看看里面坐一坐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一张桌子 一个电脑 以及一群人 但今天到这儿 云西大会来看什么 六万多人来看什么 我们是来看未来 我们来看想象力 在云西大会 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 black technology 这些东西是想象力 这是未来 是每个有对未来有创新 相信未来的人 他们对未来的设想 所以我希望我们云西大会 这样的会议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人 对未来有想象力 越来越多的人 对未来有这种 这种开拓的精神 有更多的想象 这个上一个世纪 我们有人在讲汽车 讲道路 讲石油 其实大家讲的一个方向 能源方向 就是能源 这个世纪 最近讲的特别多 有人讲大数据 有人讲云计算 有人讲物联网 其实我们在讲的 也是同样的一样事情 就是数据时代 所以我们要知道 等一件事情 几个方向都在谈的时候 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到来 上一个世纪 汽车公司说自己很牛 道路公司说 没有道路哪来的汽车 有的人讲有石油 有很重要 其实大家讲的都在进入一个 步入一个新的能源时代 现在我们人类在步入一个新的数据时代 所以在数据时代 计算将是生产力 数据将是生产资料 互联网是将是新的生产关系 所以我们以前看工业发展好不好 看电力指数 未来我们看社会是看计算指数 以前我们看任何城市是否通电 是否通道路 今后我们看任何城市的发展 是要看它是否通数据 它的互联网的覆盖能力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想未来的三十年 各行各业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未来将不属于互联网公司 未来将属于利用好互联网公司 最好的公司 那么科技现在也发现 愿整个社会对未来越来越担心 担心的人越来越多 技术将会取代人类 技术将会消灭就业 技术将会拉大财富的贫富差异 我相信这全是空担心 技术科技一定是为了人而存在 我们人对技术的担心 是因为我们人缺乏对自己的自信 我们人也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 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确实对传统的工业 对传统的技术 传统的就业带来冲击 但是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带来了新的就业 在IT时代 我们让IT技术让每个人越来越强大 让自己越来越强大 而DT技术是让世界的其他人越来越强大 让别人越来越强大 让世界越来越共享 所以IT时代是二八理论 DT时代是八二理论 DT时代必须强调普惠 必须强调可持久发展 DT时代必须讲究个性化 因为只有个性化 才有可能有 这个这个 happy and healthy 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 而未来电子商 我们叫e-commerce 将会变成e-business 未来没有made in china 没有made in america 只有made in internet 所以未来的所有的小企业 都必须是跨国企业 如果你不是跨国企业 你根本就没有可能 所以我希望我们阿里巴巴达博院 真正要做的是 把技术进行普惠 全球化因为不普惠 使得全球化讨厌的人很多 技术 任何技术公司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你的技术能够做到普惠 让更多的人分享 享受这个技术的红利 我相信你这家公司 第一一定走不久 第二走久了也被推翻 另外我也想 人类有的时候太狂妄 有的时候又太自信 这个我们的狂妄认为 机器一定要像我们一样去思考 我们狂妄地认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未来 我自己这么觉得 根本 人类 人永远会超过机器 因为人拥有的是智慧 人类是地球上真正具备智慧的东西 人有智慧 机器有智能 动物有本能 这三个之间是有差异的 人有信仰 人有爱 人有关怀 而机器不可能有这些 人有价值观 人有使命感 人有相信菩萨 相信上帝 相信各种各样 机器不可能相信 不相信这些东西 是不可能有智慧产生 而智能是机器应该要有的 动物是本能 所以我经常认为认为 老师觉得 人 机器 要像人一样 要人工智脑 像人一样思考 问题 机器应该像人一样会学习 但不应该像人一样思考 人人类对大脑的认知 对人类本身大脑的认知 还只有大概百分之八左右 我们对大脑只认识了百分之八 让机器向我们去学习 我相信也学不到哪去 如果按汽车 汽车出来 如果按照人一样 他如果两条腿走路的汽车 我觉得这个汽车跑得再快 又看不到哪去 他是用车轮去走的 所以呢 我是这么希望 我们过去的二十年 二三十年 我们逐渐 过去的一个两三百年吧 我们把人变成了机器 未来将会机器变成人 我以前讲过 Alpha Go So What 这个不是什么大技术了不起的东西 这个人跟机器下围棋 人是肯定下不过去围棋的 人跟机器去下围棋 说比赛 而且输了以后 说很失望 很沮丧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把这个都当作沮丧和失望的话 你的沮丧和失望才刚刚开始 发明汽车的时候 人就不要去思考 跟汽车比比谁跑得快 围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娱乐活动 不是去跟机器去比的 这汽车跑得非常快 人只能是鼓鼓掌 很好 应该汽车跟汽车去比 Alpha Go 应该跟Alpha Go 2.0去比 干嘛人去跟他比 比过失败 不要沮丧 只说明我们人很聪明 他是我们发明出来的 而且由于出现这个人工的智能 我们称之为Machine Intelligence 就机器智能 Machine Intelligence出来以后 特别是也包括所谓现在提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些出来以后制造业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制造业将不会是创造就业的主要来源 未来解决人类制造业的主要来源来自于现代服务业 由于出现互联网计算能力和数据以后 人的生命将会越来越长 人的生命越来越长以后 人们将在路上花的时间 在外地花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去年讲过 我今年还想再强调 我们未来三十年内 看得到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 一个礼拜只工作三天 这一个东西一定会到来 而且我告诉大家 大家最担心的是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 一个礼拜只工作三天 我告诉你 那时候你会比今天还要忙 因为我说我爷爷 在地里面工作一天十六个小时 他觉得非常忙 而且那时候一个礼拜 只有一个休息天 我现在一个礼拜有两个休息天 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 我觉得真比我爷爷还忙 过未来我们的孩子 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 一年一个礼拜只三四天 依旧会很忙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 所以我们要有充分的想象力 未来人啊 我们现在一辈子只去三十个地方 未来人一辈子要走三百个地方 所以汽车绝对不是一个 无人驾驶那么简单 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 也会天翻地覆 所以最后我想讲 所有能够定义得清楚的东西 都不是未来 我们很多人在畅想外 在未来面前 我们谁都是孩子 未来没有专家 我们对未来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 对未来所有的想象 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是幼稚的 很多人说马云 你真了不起 18年以前怎么就能看到 阿里巴巴那么大 告诉大家 我们从没有想到 阿里巴巴会那么大 18年前 我们认为如果做到今天 这样的规模 至少得50年 我们没想到互联网会 这么快的发展 更没想到中国的互联网会 那么发展 更没想到这么大个大饼 居然落到了我们头上 我会感觉到这么大饼 我刚才发展 6月5日 互联网会 所多的事 独身 噶 领 4